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一些簡單的固測的方法 那一般我們身上不會帶尺嘛 所以我們一般在外面 要自己卸在自己的 要帶自己的用被尺 那有些東西我們會一直帶在身上 像走一步多少 自己要去擠 像我走的步約60公分 那再來鞋子的部分呢 鞋子其實我覺得是最準的 那假設我的鞋子是30公分左右 一般是2829 甚至是有小一點或大一點的 那我們走路的時候像模特兒在走路有沒有 一支一排過去按每隻腳 比如說你走一步之後 下一步再走 我們的鞋子末端都貼這裡 再走下一步 我們都頂到最末端 不要用力喔 就是頂到 就是你在量鞋子距離的時候量清楚 那我們走的時候就一步一步去頂到它 這時候走出來 你測出來的步數會是最準的 好那再來呢 一般會有兩個測量的數字 比如說我們大概是測高度 還有測長度跟寬度 那為什麼要有那個顧測 比如說今天我們要量的東西大 是10公尺 10公尺你有可能 就拿一隻尺去量10公尺嗎 它又是這麼高的耶 怎麼可能去量 所以我們要大概用測量的方法 那第一個方法叫橫導法 橫導法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找一個人 去站在那個要測量的建築物 或是樹木的正下方 各位一定要記得喔 正下方 不可以讓它站旁邊喔 也不可以 這是樹木 那個人應該就是要站在 貼在它的正前方 不可以 我們從這邊測過去 不可以讓它站這裡 這邊就有距離了嘛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你要站在正下方 就貼著 貼著它站就對了 貼著它站完之後呢 橫導法就很簡單 假設我們 這一動就是我要測的 好我們就開始往後 往後走了齁 我們就一直往後退 往後退 退到什麼程度 退到我就拿一隻筆 然後我把我的手伸到最直 伸到最直 是指我的手圈大直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拿 怎麼說 我把我的手齁 就是這樣就伸到最直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像這樣 歪歪曲曲的 你不可以手 你看我的手肘歪曲了嗎 我的肩膀是歪曲 你這樣是不行的齁 你必須要把手打到最直 平平的 然後保持水 你的手就是伸到最直 都不能有上下歪曲 就是手打直 打直完之後 你忍一直往後退 退到哪裡 退到你發現齁 它這整棟建築物 整個東西的距離 跟你的筆一樣高 也就是它的建築的底部 對齊你的筆 然後建築的高度 對齊這裡 你記得齁 你手要伸得很直 比要拿垂直的 垂直地面 一直往後走 你發現它 這個筆的底部 對齊建築物 筆的高度對齊這裡 這時候呢 你的手就抓好不要動 抓好不要動 接下來呢 記得齁 這個底部一樣對齊 我們假設這是看過去的距離齁 齁 我們就把 拉著筆 然後慢慢轉下來 轉下來完之後 你還記得這個筆 還是要對齊著 那個 遠方建築物的底部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命令了 命令什麼 命令這個人 開始走 走走走走走 就要往他的左手邊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哪裡 走到你發現這個人 的腳 腳的位置已經走到你的筆尖了 這時候你就要停起來 好就是你家 往右一直走齁 走這個人很重要齁 你不要 這個人一定要 一定要是要走跟那個建築物 垂直過去的 好假設我們講的是前方的牆壁好了 就是他沿著牆壁 那個白色底線一直走 他不可以是走斜的 或是走斜那邊 是不行的 要走水平的齁 讓他一直走 然後走到末端完之後 走到跟你的 底部不動 走到跟筆尖一樣長 這時候叫他停下來 停下來完之後呢 你叫他站著不要動 接下來就是 你去測這裡 跟這裡的距離 好假設走到這裡齁 你去測這裡跟這裡的距離 那 為什麼要測這個距離 因為各位你有發現嗎 當我叫他走的時候 我等於是已經把 上面這個距離 搬到地上來了 因為我剛講 我拿筆去做旋轉的時候 我的筆 我的手拿直直的去對的時候 這一段高度就是這一段 遠方啦 遠方對起來 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當我擺下來 叫他往右邊垂直走的時候 他走這段距離 一樣是筆的高度 所以其實這兩段是相等的 相等的時候 這時候呢 高空的你測不到 你不會爬樹 你不會爬大樓 但是地上的怎麼測 你有這個啊 有沒有 你就知道 你就叫那個人 開始用他的走一步一步的去測 比如說用鞋子的長度測 就可以知道 假設測出來是10公尺 那我就知道這也是10公尺 知道可以嗎 這叫橫倒法 記得齁 這講是訣竅 主要就是把你的手伸到最直 阿筆 筆一定要跟 你筆的拿法 你不可以拿張鞋子 你就是拿跟地上 我拍直的給你看 就是你手一定要伸到非常非常直 而且他不可以 不可以是前後的 你一定要伸到最 為什麼伸最直才對的 因為你的手伸最直 就不可能再延長 你就記得都是伸到最 手伸最均的時候 然後一直 走到你發現 你要測的建築物 已經在整個你的筆的高度 然後把筆倒下來 然後這樣的根去走路走路走路 走到跟筆一樣高的時候 阿記得齁 這個底一定要切起建築物的底 我們假設就測在那邊牆好了 距離要一樣 就是貼著那個 你一開始設定那個點 所以如果 還提一個小訣竅 就是這個人在走路之前 他騎士點位置在白顆石頭 等等 因為建築物可能很長嘛 所以我們在白顆石頭 到時候就從石頭測到 這個時候就是當筆的最底部的位置 好 這是高度的 那另外還有一種高度的測法 就是用那個 我們要找一根很長的棍子 那我們同軍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筆利尺 可是那筆利尺的方法 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 他會叫你貼在地上測 可是這個方法實在是 一般應該都沒有人很想貼在地上測 然後就不會想去吃土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發明那個新的方法 就是我們去拿一個很大 很長的珠子 這個方法 坦白說 我覺得比 比橫刀法還準一點 好 那這竹子要夠長 同軍棍不行喔 因為同軍棍的高度只有150公分 一般我們 是不太夠用的 好 那假設我們要測這個距離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 找到位置 說就往這邊走九步 走 走 走九步是故意的啦 那當然你可以走更多步 反正你 最好是抓 剛剛好的 剛剛好的數字 那什麼就剛好 等一下再講 好那我們就走九步 走九步完之後呢 我們先擺上竹子 OK先擺上竹子 接下來我們再走 你知道好 擺完竹子之後 這個竹子當然很簡單 找一個人幫你拿嘛對不對 然後 竹子插在那邊 太累了齁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再走一步 好 再走一步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 轉過來看著 看著那個竹子 那接下來呢 各位要量個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你的 眼睛到地板 各位再講是 眼睛齁 你的眼睛到地板的距離 好那假設我們量出來 是160公分好了 你的眼睛喔 不身高齁 是眼睛齁 那接下來呢 量完之後呢 好就不用理他了 接下來呢我們就水平看過去 這邊就畫一條 我們就站直指嘛 然後眼睛看過去 不用站直指的 我們這邊就直接量160出來就好 然後這邊畫一條線 接下來呢請你 頭慢慢稍微往上轉 因為你在轉的時候 眼睛大概不太會動 阿不然就是你的那個 眼睛往上飄就好 看上去 看上去完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這個 建築物的最高點 有沒有最高點 看到最高點完之後 你 你請人拿一支筆 在 你看到最高點的那個視角 過去啊 你在竹子上 你會看到一個點 就是你這樣看過去的時候 這邊又看到一個點 然後這邊又看到最高點 所以我跟你說竹子應該夠高 好 然後找到那個點完之後 這裡呢 去量出它真實距離 比如說這邊總共量算是10公分好了 OK 那其實這一段就測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例這邊是一步嘛 阿這邊是九步 所以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等於是十步的意思 阿這邊的 照比例詞換算的話 這邊是1 1的距離 阿這邊是10的距離 所以這個比例詞這邊 就是10倍 這邊就是100 這邊10這邊就是100 這樣你懂為什麼我要抓1跟9了嗎 好 當然你也可以抓1跟19 如果它真的很高的話 那這邊就是1步嘛 阿這邊就是20步 所以這邊的距離 乘於20倍就這裡 可是這樣你把它算完之後 結束了嗎 沒有喔 你這樣你算完只是這一段 阿這一段就是這一段嘛 對不對 阿你還有這個呢 你還有下面這個呢 所以你整個算完之後 你就必須要再加上 本來的這個高度 也就是160公分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算 簡單來說就是 走完之後 這一段距離 乘於下面這個比例的倍數之後 再加上最後的 你的眼睛到地板的高度 阿我們一般 一開始同軍用的方法 就是沒有啦 沒有 它不用你的身高 它是叫你的人貼在地上 你的眼睛貼在地上看上去 但這個方法就是你 你必須要吃土 呵呵呵 你必須要吃土 吃土完之後再看 哇這樣太累了 那我們不要吃土嘛 好不好 我們吃飯不吃土 然後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人竹竿 請竹竿代替我們去吃土 好不好 好啦 如果聽不懂再聽一次 應該就可以懂 好 那接下來我們測的是那個 測一下寬度跟長度 那一般 我們就說 欸老師 測什麼寬度長度 我們不是有什麼步數跟鞋子數嗎 對這當然很準 但如果今天也是在盒呢 有一點很長盒 你要走過去測給我看嗎 那是不準的 當然沒辦法這樣測嘛 所以假設我們一個 有一個沒有辦法通過的地方 欸這時候我們就要用其他方法 那一樣 假設我們是人在這邊 要去測這個盒的寬度 那我們就先 找一下盒的對面 有沒有一個很大的標的物 比如說是一棵樹好了 畫畫功力最厲害 一棵樹 這是樹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站在河岸上 那我們要稍微找一段 比較平的河 因為這種彎彎區的河 就沒有辦法這樣測 找到完之後呢 欸我們人在這邊看過去 應該我們去找到一個垂直的點 就對了 OK 就是看過去平的 啊 應該有辦法判斷去垂直吧 反正就是河的邊邊 人在這邊看過去 接下來呢 欸我們一樣 我們開始走路 比如說這邊我們走石步 為什麼我會用石步 因為其實石這個數字非常好換算 就不用在那邊算的 很辛苦 然後走完之後 欸我們就走石步過來 欸假設我們找到另外一顆大石頭 好了 寫個石子給你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再走兩步 啊當然看河的距離啦 如果河真的非常長 那我們這邊可能可以來個 比如說來個30步 這邊就來個 一般來講最好是 數字大一點比較準 就是我一樣走兩步 我故意 我們就真的走兩步 好走兩步完之後 我們可能會找到一個點 這點呢 請你先做個簡單記號 比如說再拿一顆石頭來放上去 這時候呢 喔記得齁各位 方向一定要弄對齁 這時候請那個 呃我們測 這裡 其實這裡最好是佔一個人比較準 你要放石頭可以啦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就開始往 河的這邊 你再講一次一定要垂直齁 就是 跟河岸垂直的方向往外走 因為我們不可能走到河裡面嘛 所以我們就往這邊垂直走 走的時候呢 你的眼睛要開始看 看哪裡 看這裡 你要去看這個 看這個樹 那看過去完之後 如果你要再講一次喔 你啊有我知道了 你直接 找一個 你直接在地上畫掉垂直線 這樣你絕不會走歪 因為怕就是怕你走路的時候是這樣走 或是這樣走 或是跳到河 不是啊不會跳河裡面嘛 所以你可能是這樣走或是這樣走 那所以你 你直接在地上拿個粉筆 或垂直線出來 那到時候你就沿著垂直線走 那垂直線 你不是邊走邊放空 你要邊走邊看哪裡 看這個樹 在看的時候呢 一直看一直看 好我一直走 如果眼睛再看這裡 這時候眼睛看過去這條線 我一直走走走 那走到哪裡 走到你發現齁 你在看這個樹的時候 欸 這個點已經 剛好跟你的樹 連成一條直線 所以我剛剛跟你說這個點最好 這個點最好是佔一個人 人 好你發現 走走走過來之後 欸 這個人完全擋住了這棵樹的下面 這個部分 好 這時候呢 就代表你的眼睛 看過去的這條線 是有包含到這個跟這個 也就是這 你前面這 你眼睛看過去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人嘛 這個人剛好擋住了這棵樹的部分 欸 這時候代表你們是剛好連線的 三 就是兩個人跟一棵樹 兩個人跟一棵樹是連線的 連線完之後 恭喜你距離就測出來 為什麼 你看齁 這邊是兩步 這邊是十步 也就是這邊比例如果是一 這邊比例就是五 也是五倍的意思 那 那這張長度到底從哪邊測 這張長度就這裡啦 所以那假設你 你走了這段是 十公分 呃跟真 呃 一公尺好了 一公尺 那 這個距離 是多少呢 一比五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公尺 這邊就是五公尺 恭喜你 就測完了 OK嗎 這邊比較會常出錯就是 呃 沿著河岸走這個垂直 大概沒什麼問題 再來比較問題的就是 剛剛我講這裡 就是你必須要跟河岸是 保持垂直走出來 怕就怕你走斜的 假設你是這樣走出來好了 那你這樣走出來的時候 這上角形的比例就不對了 這邊就一定要垂直 這邊就要垂直 這邊也要垂直 這個我們在九年級會上到 就這樣顯得相似型 好 所以當你走斜斜的時候 你這邊看過去 假設我從這邊看不去 你看 假設我現在是走錯的 我從這邊走出來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我要跟這個人 我眼睛看過去 這個人連成 要跟這個人連成一線 也就是會在這裡 你看 我走得這麼遠 然後 才這樣連成線 這時候 當我要測距離的時候 我又從這裡測過去 哇哩哩 再把這個距離成你五倍 這個不是變超長 就不準了嗎 所以你這邊 通往是這裡會出錯 走 走垂直出來 然後 看過去 這樣才是對的 大概是這裡要把握 其他就沒問題了 好 祝各位考驗成功 謝謝